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诸位法师 大德同修 一起学习黄念祖老居士 大臣无量寿经白话节 我们早上有提到 群书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 那师长讲经有说 菩萨表修德 佛表信德 观音菩萨是四大菩萨之一 所以我们看到四大菩萨 看到经典中菩萨的行仪 那我们就想到师长教会 他们都是表 我们应该怎么修行 所以我们听到师长说 群书之药是观世音菩萨 那我们就要直下承担 来深入群书之药 来帮助现前的大众 甚至是苦难的众生 我们不能听了之后 那四大菩萨 那这个我做不到 我不行 我们有了这样的心念 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障碍 障碍我们 障碍我们 全心全力去效法菩萨 所以真正的障碍 不在外 真正的障碍 在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 所以师长常说 我们要会修行 就是能够六根接触六层 能观照到自己念头 有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能看得到 进而肯把它放下 那这个就是真修行 假如我们 看不到分别执着念 而且这个分别执着 还随着每一天在增长 那这些分别执着 对我们的障碍 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建立 正确的修学之鉴 就非常重要了 修学守重 建立正之鉴 像师长有提到 释迪迪 释迦牟尼佛对我们 所教诲的 是弃我们 这个地区众生的根基 佛陆绝对不会 讲了一段教诲 讲了一部经 然后就对我们讲 对不起 这个你做不到 那这不是跟我们 开玩笑的吗 所以佛是应激 对我们说法 师长也是应激 对我们说法 都是气里气机 所以我们听经的态度 这个是对我讲的 我是当机者 这样我们就能 直下承担 假如我们听的时候 觉得 这个只有师父上人 做得到 这个我做不到 这个只有某某人 做得到 我做不到 那这个念头 就形成了 分别执着的 障碍了 所以真相 是世事无碍 任何境界 障碍不了我们 只有我们内心 的烦恼 分别执着 才障碍得了我们 有一句话讲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 那那个真正伤害我们的人 是谁呢 诸位 大德同修 我们有没有被伤害过 那假如觉得 有被伤害过 那我们在 感受感受 刚刚这一段话 按照逻辑来讲 没有任何人 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 那那个真正伤害我们的人 是谁呀 我们以师长的教诲 来思维 师长说了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那这话我们要 用心来体会一下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成的个人 出浅的理解 那个对的 是正常的 每一个人 他有现在的行为 他都不是突然变成这样的 他有他的家庭背景 成长环境 慢慢慢慢 他的性格 他的行为变成这样 都是因果相续 很自然发展到这样的 比方我们说 现在的人 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我们觉得很受伤 可是师长常常 引无量受精 说到了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他会有这样的行为 一定有原因的 他的父母 他的爷爷奶奶 没有教给他 怎么做人 做事 所以我们不能怪他们 从责怪 可以转成 包容 宽恕 那这完全取决于 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人 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师长说的 别人错的 也是 对的 就正常 发展到这样子的 那我们假如是这样的心态 那面对别人的错误 我们不会对立 也不会觉得他伤了我们 所以经典 包含师父的教导 这个都是法药 法药 治心病 理得 心就能安 所以师长这一句话 也是中述之道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述 我对的 也是错的 师长这些法语 成德的感受 都是老人家 自己修学 真实的感悟 真实的功夫 流出来的 师长说 我对的 也是错的 代表对自己的念头 关照得非常深入 当自己起一个 对的念头 这个高下见 就产生 傲慢心 可能就上来了 所以对别人是素 对自己 严以律集 宽以待人 严格要求自己 不能起分别执着 贪嗔 称慢 这些念头 而且 用功 都如从了凡事讯当中说的 从自己心缘 隐微处 默默 去洗涤 这一句法语 是中述 存心 中庸提到 中述 为道不远 中述跟道不远 道就是真心 师长特别强调 学佛 最重要的就是 用真心 那我们 用了真心 所做一切 是功德 我们没有用真心 用了忘心 那所做一切 变成轮回心 造轮回业了 所以中庸这一句 很重要 中述为道不远 那我们 一开始接触佛法 就是大乘佛法 我们早上还提到 佛陀 遣恶大菩萨 到神州大地 来洪化 帮我们扎下 小乘的基础 才能接 大乘佛法 佛们有提到 不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非佛弟子 他就没有基础了 我们想想 大乘佛法 那是要 利益众生 师长说的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这是菩萨道 假如我们的心 跟中树 不相应 甚至 有可能是 眼以律人 宽以待极 我们跟人一相处 给人压力 人家生烦恼 我们虽然 是在学大乘佛法 但事实上 我们跟人相处 并没有让人生欢喜心 所以 辱道的基础 取代了小乘 这一块 我们不能忽略掉 那大善之士们 都是为了忽略我们 当生成就 所以为什么师长 让我们要扎三根呢 要有小乘的基础 李秉兰老师 他为什么要编 常理举药 这些部分 我们不能忽略掉 每一位主师大德 真的都是为我们 每一个人 在设想 像夏连居老居士 边静修节药 大修行人的时间 是有限的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用心去感受 现在人 家庭责任 家庭责任 不轻 工作压力 也很大 每一天 挺忙碌的 真正 整块时间 很长的时间 拿来修行 不容易 所以边静修节药 这个节 比较快节 因为只有三十二段经文 三十二败 不是很长 但是这三十二败里面 有天清菩萨的 这个五念法门 依照这个精神修学 都能成就 而且把五经一论 甚至于是禅宗 密宗 教下这些重点 都含涉在里面 这都是为我们现在人想 红衣大师 晚年还编 格言别路 已经有格言连弊 为什么要编格言别路呢 考虑到 现在的人要把整本书 看完不容易 把里面最精华的 跳出来 尤其补我们 人情 事理 这个部分 李宾兰老师有说 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会伤天 害理 会变成 佛呆子 疏呆子 人情事理 我们懂 我们才能体恤 人心 尤其 我们所生长的背景 跟一百年前 跟五十年前 很不一样 那个年代 都是大家族 少则 七八十人 住在一起 多则 两三百人 住在一起 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一个人 从小 他就不自私了 他从小 起念头 考虑父母 考虑整个家庭 所以为什么 齐家之后 可以治国 他家庭就是一个 小社会 他 他有很长的 人事 锻炼 所以以前的人 十八岁 可以做现场 我们现在 十八岁 能够做什么 人不让父母 操心 算很不错的 所以格言别路当中 这个人情 势力 强调的 很多 比方 工人之恶 物太严 要施其 看受 指证人家的问题 不要太严苛 要考虑到 对方的承受 对方的接受度 这些话里面 都是 有那种 体恤人心的 态度 不是我 觉得他有问题了 噼里啪啦 一堆话就过去了 根本都没有考虑到 他的状态 教人以善物过高 当时其可从 虽然是为他好 我们要设身处地 不要一下子 那个标准很高 那他觉得 我根本达不到 我们能够 寻寻善诱 你看这一段话 工人之恶 教人以善 都是好心 但是假如心不够细 不够柔软去体恤 好心可能办了坏事 所以这些祖师 他们晚年 做的事情 都超越时空 来护念我们 来护念我们 每一个人 就像我们今天 接着 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 是六种成就的 一时 十成就 我们感受到这些 祖师的良苦用心 那他的教会 就超越时空 来指导自己 像刚刚提到 李秉然老师 编长礼举药 师长蒋经也提到 礼 是儒家的根本 没有礼 就没有儒 戒 是佛家的根本 没有戒 就没有佛法了 这句话 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们 要扎儒家的基础 那礼 我们必须学 像地诗规 都是礼 为人子 是礼 那常礼举药当中 有说 交浅不可延伸 绝交不出恶言 哪怕 跟对方 缘不足 甚至于对方 有无理对我们 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讲狠话 不能讲对立的话 这样跟对方 就结怨 这个是常理由 尤其我们是 念佛人 每个人的目标 都是要当身成就 主位同修 我们都希望当身成就 大家都没反应 现在是交流 白话解 不是做馋 大家都入定 大家是不是都是希望当身成就 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哪一些是当身成就的关键 这些关键点我们都要掌握住 其中有一点 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话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造新秧了 又要结轮回业了 绝交不出恶言 绝交一出恶言 这个轮回业又结上了 就不是不再造新秧了 所以李老变常理举药 很重要 而且李老说的 我们学常理举药 是达到 不让人讨厌 那我们不把常理举药落实了 那我们就会让人讨厌的话 那就跟人家搞轮回了 所以 大乘菩萨的标准是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 而学常理举药 是不让众生讨厌 但是假如我们连常理举药 连弟子归都 不好好去落实 我们想说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 那不大可能 就像这个中述之道 大学有说 君子有诸籍 而后求诸人 无诸籍 而后非诸人 这些话 都是知所先后 我们今天做事情 往往都是 我一定要这么做 可能有情绪上来了 一股静上来了 我非这么做不可 其实我们修学之人 做任何事 心中要有佛法 要有经教 随顺圣贤 佛菩萨教诲 不随顺我们 烦恼吸气 我们今天要劝人 首先他信任我们 我本来 我今天非讲不可 不发 不痛快 那这个叫攀缘 论语说的 君子信而后见 对方信任我们 劝见他的缘才成熟 那我们在这个境界当中 就会以经教来思维 我们才懂得应对进退 那当我们都是用经教 来处事待人接物 我们身心不会很疲累 因为我们的思维 都跟经典相应 那个磁场很好 我们去处理事情 处理完 累得半死 甚至还发了脾气 那这个我们 在处理事当中 没有把佛法用出来了 那我们经一世 长一世 不能让这样的情况 继续出现 学佛理智 不基于意气 不迁于感情 用正思维来面对 所以劝人 信任是基础 再来 刚刚提大学讲的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我有这个优点 我去带痛他 也 落实这个优点 假如这个优点 我没有 我去要求他 在人心 不是很服气 比方说 当爸爸妈妈的 跟孩子说 孩子 你要孝顺父母 结果孩子说 爸 你对爷爷奶奶 都不孝顺 为什么叫我孝顺你 这个就没有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这些经句里面 那个而后 都是知所先后 择净道义 我们做人 有做人的道 这里面都有 先后持续 无诸己 我没有这个缺点 而后非诸人 我没有这个缺点 我去护念人家 改掉这个缺点 他心里福气 就像我们自己 没有脾气 然后我们去 以身教 言教 带动他 把脾气改掉 那对方 心悦 沉浮 假如我们自己 脾气不小 然后我们对他说 你脾气很大 要改 假如是你的孩子 他可能不敢讲出来 但他内心会怎么样 他会低谷 他心里会想 你脾气都那么大 怎么只要求我改 所以辱家 这些句子 都是让我们了解 人情 事理 为什么我们在家庭 团体当中 去处理事情 好像不能圆满 甚至于越处理 好像越复杂 越适得其反 这个时候不能把 原因 推到某人 推到某件事上去了 传统文化 佛法 是内学 我们要 返求 足迹 小朋友 往往在最重要的地方 会给我们提醒 会发出声音来 因为 传统文化 跟佛法 是内学 要向内 反省 我们只要向外 某个人不对 某件事不妥 一向外 就向外 着向了 一着了向 烦恼 就会起来了 我们看 了凡事训 了凡先生 改变命运 他最关键的 在哪里 在云古禅师 对了凡先生的 引导 所以我们当父母 老师 当领导 要学习 云古禅师 云古禅师 是开悟的人 他了不了解 了凡先生的问题 但他没有点出来 云古禅师 问了了凡先生 一句话 辱自揣 因得科蒂佛 因生子佛 了凡先生 说到了 无追醒良久 他反省自己 反省得很深入 反省了好一回 最后告诉云古禅师 我不应该 有功名 我不应该有指示 因为我有哪些问题 他一条一条 把自己的问题 说出来了 所以他的命运能改 因为他 反观自行了 跟佛法 跟传统化的精神相应了 内学 反求足迹了 所以一反省 他的命运改了 他的子孙的命运 都改了 我们能反省 不止自己的命改了 团体的命运 也会转变 尤其 我们在团体当中 担任重要的工作 团体 当中 处理事情 在儒家 都算为正的部分 大家不要觉得 我没有 参加选举 我不是政治人物 孙中山先生有说 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政治人 市长也强调 我们要鸿护正法 要学群術之药 我们不学群術之药 我们不知道怎么当领导 因为当领导 是因缘所申法 刚好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有学过论语 有学过群術之药 这些违证的 纲领 学过领导者 应有的那些心境 所以人不学 不知道 人不学 不知意 诸位同修 大家 我看都当人家的父母 那你们 在当父母以前 有没有好好去看 老祖宗 哪些教会是教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的 我们也不是 孩子一生出来 我就会当爸爸 就会当妈妈了 群術之药当中 有很多 是讲 怎么齐家的 师长 有指导我们 用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家 这四个纲 来编 群书360 这部书已经编出来了 群书之药中 修其自凭的智慧 它是以群书360 前三级的精华 在一这四个纲 编出来的 我们华藏 进宗学会 进宗学会 用出来 这个可以放在家里 比方说 现在家里 遇到什么状况 不知道怎么做 赶紧 不要冲动 我先去上个厕所 我先去上个厕所 然后把这本书打开来 齐家的部分 来夫妻相处 还是儿女教育 稍微看一下 冷静冷静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经典就有办法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洪护正法 我们得要很冷静 很客观 来思维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像师长有一次 刚好 刘树云老师在 他就问师长 说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 跟老儿上的年龄 是孙子辈的 老人家九十几 儿子辈的年龄 七十多 像我们道工长老 行工长老 他们属于 儿子辈的 我们才五十上下 孙子辈的 问道 像他们这一辈的洪法 比你老人家的难度怎么样 老人家想都没想 马上回答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人家问老儿上问题 老儿上说 嗯 我想一下 老儿上也在表演给我们看 他不是用思维的 老人家 平常心地清静 心地空极 用心如镜 人家来问问题 就好像有一个人 走到镜子面前来 照得清清楚楚的 马上就可以回应他了 用真心 应对一切镜 自自然然 所以世上老人家教我们的是什么 不要用分别执着去应对事 要用清静心 真心 大家羡慕不羡慕 老儿上怎么来 怎么应 我们早上也提到 我们跟老儿上学 要像老儿上 老儿上也是和盘突出 教我们 而且指导得非常仔细 老儿上说 你平常不用脑筋 赶快把阿弥陀佛提起来 不要想其他的事 念阿弥陀佛 暗和道妙 巧入无声 我们这佛号一句接着一句 任何妄念都进不来 因无所住 我们又一生接着一生 而生其心 我们以凡夫的境界 持这一句万德鸿鸣 我们可以巧入无声 可以如法身的境界 所以这个方法太妙了 所以平常不用脑 我们佛号不要中断 真正需要工作 处理事情 我们用经教来思维 思维清楚了 事情办完了 也不要常常去想它了 思考清楚了就好了 事情结束了 佛号再提起来 指导的非常具体 仔细 我们真的能这样去做 慢慢我们也会有几分受用 真的平常忘念少 真的人家来沟通事情 来商量事情 我们也觉得好像很多灵感 会出来了 心悦清静 就生智慧 所以思想都把它一生修学的心得 都和盘给我们吐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福报 我们肯珍惜 听完就照不做完 我们是有大福报的人 而且我们这个福 很快当下就可以献钱 我们马上就可以 把师父教的用上了 那师长提到了 我们这一辈人 弘法比他老人家 难十倍百倍都不止 我们是有大福报的人 思考思考 实际上 讲经的时候有提过 以前 佛门 弘法的人 是开悟的人 出来弘法 护法 是弘法退下来 他有经验 他来弘法 当然 他来护法 他是弘法退下来 他有经验 当然这个护法指的 应该是抓教学的方向 教学的目标 不是说 所有护法的 连这个厨房 负责厨房 这个也要教学退下来 这不是这个意思 那 这可能是一百年前的状况 我们再拉回来 我们的现况 那现在我们弘法 像承德之急 二十五岁之后 遇到师父才开始学 二十五岁以前的 息染很重 而且自己 也有负责一些工作 假如自己警觉性不够高 做着事 做着做着 本来的 做人做事的习惯 他就现前了 强者先前 不可能说 我们遇到佛法 我们本来的 做人做事的习惯 全部放下了 他一定有一个过程 而且都得真干 才能把那些错误的习惯 转过来 黄念族 老居士提到 我们修学 都要打碎 重造 大家听过黄老这一段法语吗 打碎 重新再塑造 陈德当时 听到这一句 我好像还没有开始修 因为我还没有睡 还没有那种 真正对峙一个习气 好像扒自己一层皮 那个感觉 都要经一番寒测骨 不可能轻轻松松 所以下年居老居是说 必须发大勇猛心 立决定制 不顾生死 不计成败 死有相应分 哇 那个不顾生死 我们看要突破一个习气 那要下多大的决心跟毅力 跟耐性 夏老说的 宁肯睡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那我们没有下过这些功夫 我们一下子 我们当了领导 我们上台讲课了 这样的境界 对我们这一辈人 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 都要有配套促师才行 所以师长 对英国汉学院的学生 都说 你们毕业之后 住在一起 不要分开来 为什么 毕业了 二十多岁而已 一个人当枪 披马出去红靶 财色名利 马上就扑过来了 抵挡不了 必须 依重靠重 有团队的扶持 这样这个红法的路 才能走得长久 而且都不是从小学的 已经形成的习惯了 有时候自己看不出来 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依重靠重 有这个文过心的态度 人家提我们的缺点不足 我们欢喜接受 这样质量是见相情 红法要有红法的配套 不然 难度这么高 我们想要真正 把这条路走通 不容易了 那护法 那以前是 红法退下来的 所以红法 那我们得要提醒自己 我在扶持团队的过程 我要依经典 来做人做事 来护持大家 我没有这个警觉 我本来学佛前的 那个习惯 很可能就现前了 师长还说 释迦牟尼佛天天讲经 假如佛陀有一段时间 没讲经 身团也会发生冲突 那佛那个时代 他们的根性比我们好多了 所以他们都得天天听经 那我们在世上 历世练行 我们每天的熏悉 不可以忽视 天天都得听经 我们的心念 才能 跟经教相应 那我们看到 学会 每天都有讲经 这是很难得的 学风 我们诸位法师 讲经不中断 护持道场的学风 大家每天念佛 无量寿经 一天念那么多部 这个有学风 有道风 念佛 是行道 是我们的正修 正助双修 我刚好跟一个团体的领导 交流 这个鸿护 一百年跟一百年后的差异 结果这个领导听完 他就说 对 听经不能中断 结果他一回去 叫底下的人听经 他自己不听 我一看到这个情况 罪过 罪过 为什么 我们讲话不够周详 不够周到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我们本来是想 供养他们 供养他 利益他的团体 结果反而让他的团体遭殃 回去说 你们都要听 不能没有听 一天都不能停 但是他没有到 我们去观察看看 师长老人家 走过不少园 本来这个地方的园 非常出胜 我们去观察 负责人天天来听经 假如这个一把手 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不来听经 忙在室里面 这个园慢慢就要出状况 老人家所走过的红法路 对我们都是最宝贵的 质量 不管是正面 负面的 都会给我们 高度的提醒 所以师长有讲 要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那这一段开示 非常圆柔 也是提醒了 我们每一个角色 要扮演好 都不能没有 君心师的精神 当领导了 不只坐之君 还要坐之亲 坐之师 师长老人家 讲这个主题 也是应激说法 因为老人家多次听到 当父母抱怨 孩子不好管 当老师的抱怨 学生不好教 当领导的抱怨 员工不好管 那师长 就讲了这个主题 其实当我们在境界当中 抱怨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把佛法 把传统化用出来了 我们用出来 不会抱怨的 就像中庸说的 树富贵 行夫富贵 树评贱 行夫评贱 树以底 行夫以底 树患难 行夫患难 树遇到孩子不听话 行夫孩子不听话 树学生不听话 行夫学生不听话 树下属不听话 行夫下属不听话 君子无辱而不自得 我们有君子的心境 这些境界不会障碍我们 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 师长的法语 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不会障碍我们的 佛陀 跟师父 更表演给我们看 确实 境界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心念有问题 佛陀做 忍辱先人 遇到隔离网 要割结他的身体 割他的肉 诸位同修 你这一生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境缘 没有吧 没遇过这么恶劣的境缘 这样的境缘 没有障碍 忍辱先人 反而让他的人辱波罗蜜 成就了 持戒波罗蜜 成就了 因为他没有报复 没有称慧心 释迦摩尼佛本来是在 弥勒菩萨之后才成佛 就因为这个境缘 让他快速提升 提早弥勒菩萨成佛了 所以境界没有问题 障碍不了我们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我们自己的心动 那这是释迦佛给我们的启示 师长老人家一生 遇过很重大的挑战 我们很多物资费的瓦斯 都跟着师长经历这些事情 承德也有一些因缘 我们跟随师父做这些事情 其中有一件事 算是蛮重大的 承德自己 跟师长打电话汇报 师长老人家 马上知道 全部都让 持法本无真 真则是道义 持法是佛法 释迦摩尼佛没有教我们真 真 我们的心就不在道中了 师长还举例 就像三五灭法 佛地址都没有反抗 连这样的境界都没有反抗 那这样的表法 我们后世的佛地址 要体会到 那震撼 承德的是 老人家时时 把佛法摆第一 佛门的形象摆第一 佛法怎么能真呢 就像老人家在台湾 弘法三十多年 之后应远一变化了 那这个道场 这法律上 是属于 下一代继承 可是这明明是信众的钱买的 那可能 世众弟子 不是很能接受了 这也是人之常情 努力了几十年了 这个角度诉诸法律 这个拿回来没问题 世众老人家 在这样的境远 想的都是佛门的形象 那打官司报告上去了 报道出来了 那还得了 给弟子们顶礼 馆长四十九天以后再说 这样的境远 对一般人来讲 晴天霹雳 没有地方了 容身了 老人家考虑的都是佛法 佛门的形象 离开台湾的时候 师长下写了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老人家在这样的境远 他快速提升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 佛陀的表演 不能辜负了师长的表演 我们要效法他们 境界没有问题 我们会用心 通通都是逆增上缘 可以让我们快速提升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 假如遇到孩子不听话 学生不听话 静远 我好丑 很可能 是来磨练我们的 所以我们假如遇到的境界 挑战蛮大的 可以告诉自己 老天也很瞧得起我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 于私人也 而且修行成就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经历 挑战挫折的 大家有没有遇过 清津匆匆就成佛了 我们是要了脱 无始劫的轮回 那师长 看到这些现象 他讲了这个专题 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我们在这些境缘当中 会互相抱怨 是我们的心恋 并没有提起 关照 我坐之君 坐得够不够 坐之亲 够不够 坐之师呢 我们真能这样反观 就察觉自己的不足 赶快去做 我们往往都觉得 别人不对 我们带着情绪 带着抱怨 我们只要看到自己的不足 这个抱怨 脾气 就消下去了 不好意思了 我自己也还不够 那坐之君 首先呢 以身作者 再来 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不简单 我们的爱真心 要放下 因为人跟人之间 都有过去生的因缘 所以爱 这个慈悲分四种 爱缘慈悲 众生缘慈悲 法缘慈悲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那众生缘 那就好像这些古圣先贤 他对众生呢 都非常的仁慈 这众生缘慈悲 我们一般的人 觉得跟他缘不错 那过去生缘好 对他挺好的 这个 过去生缘不是很好 一看来不是很顺眼 那可能就 对他就没有那么热情了 我们假如是修行 的状况 缘分好 要提醒自己 不能贪爱 不能偏心 遇到不好的缘 更要恭敬谨慎 把这个缘能够转成法缘 所以要大公无私 我们得把爱真心放下 我们假如只喜欢听好听的 只喜欢听顺自己话的 那这个要 大公无私不容易了 这个要接受别人劝谏 不容易了 唐太宗 是好的领导 他不只纳见 他求见 求别人 要提醒他的不足 其实 一个人 当领导 付出 有放在心上 他要接受别人劝 就不容易了 所以佛门常说 要做而无做 做而有做 放在心上 当别人给自己提意见 我们有做了 人家一提 你都不知道我多辛苦 还挑什么毛病 可能我们的不欢喜就上来了 所以做之君 不简单 还要纳见 还要知人善任 我们理解 佛法 理解传统文化 我们要圆融的来理解 不能 这个太片面了 甚至也解偏掉了 比方经文当中 指纹来学 未闻网交 但有另外一句经文说 未诸数类 做不请之有 那这两句话 有没有矛盾 这没有矛盾 从自己的受用 跟他人的受用 这两句话 没有矛盾 指纹来学 为我们网交 调伏自己 好为人事的心 而且他受用是什么 我们更肯去帮助众生 他受用 对不起讲错了 他受用是 指纹来学 为我们网交 他是主动来求法 他才能得利 你去了之后 他对不珍惜 这个缘就 浪费掉了 那为诸数类 做不请之有 那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可能还有 小陈习气 我自己 法喜充满就好了 不是很愿意去帮助人 这句话 众生真的 这个灵门一脚 该你踢 你还是要去做 有自 受用自己的提升 跟他人的益处 那就像 柱子君 有同修有说到 现在 只有这个人 我们就用他 这个认知 有待上去 我们在思维的时候 要依照经教 辱世道的经典里面 都没有 讲过说 现在没办法 只有他 就用他吧 真正没有人 不倾其应援 我们今天要去 成就一个缘 红衣大师 《格言别录》里面说的 度得量力 审视则人 度得量力 是自知 审视则人 是对所处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清楚 师长说 学佛 面对境界 也要清楚 不能糊涂 那度得量力 是对我们自身 这个事情 我 德行 能力 够不够 我不能 打从脸 从胖子 多少援 做多少事 随时 以经教 来指导自己 审视 外在的形式 条件 够了没有 责人 成就一件事 关键在人才 关键在负责的人 所以大学说 人存正举 人亡正兮 故为正在人 那我们要充分了解他 知人 善任 他的德行 他的特长 适合放在哪一个位置 他没有那个德行能力 不可轻用 你一轻用 可能这一方的姻缘 就受到一定的障碍 请神容易 送神难 所以我们 现在带领团队 真的 儒家这些教诲 挺重要的 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办政治 这是做之君 在这些方面 我们一反思 还有这些做得不到位 我们就不会去责怪别人 先调整我们自己 这些不足 其实人跟人 是互相交感的 我们领导者 自己一反省 自然带动团体的人 都反省 我们领导 都是指责 那一交感 大家就互相指责了 假如今天我们觉得 团体抱怨太多了 那从自己开始 不抱怨 一切事 离不开因果 我们家庭当中 感觉那个氛围 都是互相抱怨 和谐家庭 从我做起来 我首先不抱怨 我不只不抱怨 我还称赞 优点 称赞付出 更积极 种下家庭 团体 好的 阴下去了 那坐之 轻 不离不弃 我们的心境 对待 同仁 同修 是不是这样的心 不求回报 这个是父母的心 其实这么一对照 我自己也差得很远 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一抱 随着自己 正抱转 坐之师 老师 要培养 红传 正法的人才 是坐之师的责任 而且坐之师 要懂得 抓住机会 教育点 这是坐之师 我们处理事情 觉得 处理得 不够 不好 我们也是反思 我自己的 道力不足 学问不足 我们 要不断 我们说 三足鼎立 这个三足 就是指 德行 学问 学问 能力 这三方面 我们每天用功 向上提升 这个是顶挂 三足 三足有一足 断掉了 这个顶是拿来 装菜肴 接待国兵的 他脚都翻了 这个就很狼狈 很难收拾 所以 《易经》这一段 陈德读的时候 印象很深 孔子说 德博而畏尊 德行浅薄 但是位置很高 智小而磨大 智慧不足 但是干的都是 很大的事 力小而认重 力气小 可是扛得很重 险不吉 很少 灾难不灵头的 我读到这一段 真的是 冷汗直流 自己在姻缘当中 比较年轻 负责一些事 做错不少事 自己还有一点 希望能利益他人 所以佛菩萨慈悲 还让自己可以 戴罪立功 所以跟大家交流 这些角度 主要就是 自己犯过太多错了 以这一些 负面的经验 来供养大家 所以 自己走过来 也会觉得 显向还生 当然 能以 师长这些 种词的教诲 实时观照 自己就不容易 习气 做主了 以这个君心事 来 反观 因为在座 不少 都是当父母 我就想到 唐太宗 他教孩子 他也是做之师 每一个机会点 他都掌握住 一天当中 跟孩子吃饭 他问孩子 你知道饭吗 诸位家长 你们有没有问过孩子 你知道饭 从哪里来的吗 可能小孩说 从supermarket来的 像我从小在 高雄市长大的 我也没有下过田 去买一包米 确实是从 超级市场卖来的 那 他的孩子 从小生长在皇宫 你不抓住这些机会 引导他 他不死人间烟火 一粥一饭 当时来处不易 半师半侣 横念物力为奸 后来出门了 坐在马上 问孩子 你懂马吗 这个 在孔子那个时代 有一个很会驾马的人 叫龚野碧 有一天他表演驾马 鲁国国君跟颜辉 一起欣赏 这个鲁国国君 哇 你看他技术很好 这个颜辉 说到了 他的马 很快就要跑掉了 这个国君心想 颜辉不是很有羞养吗 怎么嫉妒人家 怎么一开口 就是批评了 后来过没几天 公野辉的马 真的跑了 哇 这个国君赶快把颜辉找来 你怎么这么厉害 知道他的马要跑掉了 颜辉说 他驾马 都驾到那一匹马 透支了 所以 他的马受不了 就会跑掉了 那我们对待动物要体恤 对待一切人要体恤 所以 唐太宗抓着这个机会 提醒 你要善待马 以后你对臣民 都要善待 你请老百姓 来 做这些国家的工程 你都要 不要让他透支 而且你不能在他农忙的时候 找他来 到时候影响他的收成 他生活怎么过 骑马 机会教育 后来 上了船 坐船 问他的孩子 你知道船吗 你知道舟吗 谁可载舟 亦可覆舟 舟者 君也 随者 人名也 你要爱名 接着 又遇到了一棵大树 唐太宗又问孩子 你知道树吗 木 木头 木 木 受神 则指 大部分的木头 都会有弯曲的 但是用这个神墨 一弹 割出来的木头 很指 木 受神 则指 人 受 贱 人 接受别人 劝贱 则 胜 看到木头 还提醒 你以后要当 国家领导人 你要接受 别人的劝谏 那一天当中 有多少个机会 教育点 哪怕是带孩子出去 我们也 寓教 娱乐 这个就是我们当父母的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道德学问 我们就能掌握住 这些机会 好 所以师长说 儒家的三宝 君清师 这些种词 法门 我们都要掌握住 那刚刚 跟大家 提到 我们儒家 道家这个基础 很重要 不然我们会 让众生 生烦恼 会脑害众生 那脑害众生 我们就犯的杀戒了 尤其 孔老夫子的教诲 无道 亦以贯之 真子观察出来了 所以真子说 夫子之道 忠述 而一 这一段在论语当中有 孔子说 无道 亦以贯之 只有 所有的学生 都没讲话 只有 严回说 唯 是的老师 结果孔子离开了 其他的同学过来 夫子之道 亦以贯之 是什么 所以真子在说 夫子之道 忠述 而一 那我们都是老和尚的 弟子 假如老和尚说 无道 亦以贯之 那我们当学生的 有没有马上清楚 老人家 六十多年的教诲 以什么贯穿其中 这是我们当弟子的 自己要去观察的 其实老人家 很慈悲 都在提醒我们 老人家的莫保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诸佛教我 如是存心 五心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菩萨行 师长写了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这二十个字 贯穿在 师长六十多年的教诲 之中 我们把它掌握住了 我们随时 依这个纲领 处事 待人 接悟 那师父上 随时都 跟我们在一起 那 孔子是 忠树之道 我们 忠树 纯心 就是用真心 众生生欢喜 我们 不用忠树 可能就会 言以律人 宽以待己 众生就会生烦恼 所以忠树 也不可虚于理也 印光祖师 有一段法语 讲到了 学道之人 必须 世事长存 忠树 心心 提防 过千 每一件事 这个忠树之心 不能失掉 心心 要提防 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偏差 观心 为要 知过 必改 知善 必为 见义 必为 要有道义 见义 必为 所以显然 忠树 知过 必来 见义 必为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如是之人 必定往生 若不如是 则与佛 相反 绝难 感通 那应主 这些法语 就是希望我们 当生 要成就 那 这一句法语 当中的重点 我们不能 忽略掉 都要把它 重视 起来 好 好 所以 佛 佛 菩萨 慈悲 包含 我们这些 祖师 他们都是 同体 大悲 留了这些 法宝 来 护念 我们 我们看得懂 我们 如凭得宝 就跟他们感应 到交了 所以我们看到 白话节 第六页 一时 这个就是感应 到交的 因缘 是时 成就 没有具体的 年月 只说 某一时 偶艺大师 在 弥陀 书超 中 注解 说 连事大师 注解 弥陀 书超 或者 是 说法的人 赠得了 陀罗尼 这个陀罗尼 是超过 三昧的水平 陀罗尼 是 种词 种一切法 词一切意 那师长 讲到 陀罗尼 有说到 就像我们这一句 南无 阿弥陀佛 这一句 六字 统色万法 种一切法 词一切意 日本 静宗的 祖师就提到了 一个阿字 出生 一切 陀罗尼 一切 陀罗尼 出生 一切 诸佛 所以一个阿字 不得了 所以这一句 万德鸿鸣 就有这个阿字 所以阿弥陀佛 也是无上咒 无等等咒 是大神咒 大明咒 所以静修节要讲的 六字 统色万法 一门 即是 谱门 所以这里提到 能在一刹那之间 甚至在说 一个字当中 便说了 一切法门 所以这个人 就是把一刹那 延展成 无量节 我们看到这一段 我们想到经文里有说 如来定会 阿难当之 如来正觉 其智难两 无有障碍 能于念情 助无量一节 那这一段经文 是不是 就是这里提到的 一刹那 延伸成 无量节 我们翻到47 大家手上没有书了 陈德 读一下这一段 能于念情 助无量一节 身及诸根 无有真节 念情是一刹那 一坛子的 六十分之一的时间 这么一点时间 能够助无量一节 所以我们说 咱们这部经 就是中本华言 所以就能打破时间 就显在华言的十玄门里面 节是多长的时间 无量一节 节已经很长了 还无量一节 这里有比喻 每边 每个边 四十里的大石头 这个石头够大的 这个天人 几百年 下来一次 用他身上 披的青纱 在石头上 轻轻一扶 就蹭一下而已 把这个石头 完全磨得 没有了 是一节 现在是无量一节 是极长的时间 释迦摩尼佛 在刹那一念之间 就住这么长的节 身根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都没有增减 没有变化 在一念之间 就住了这么长的节 住这么长的节 只在一念 正是华言十玄门里面的 十四格法 一城门 所以无量寿经的境界 跟华言的境界一样 都不是我们 用世间的这些概念 能够想象的 所以静谊的华言 静朝义的华言说的 知无量节是一念 知一念 即是无量节 言处同时 打破了世间的时间概念 近代物理学认为 空间 时间 物质 都是人类的错觉 也突破了旧时间概念 所以一念和无量节 平等平等 所以超思量 其实时间 空间 物质 都是人类的错觉 我们真的承认 我们就不容易因为 时间 空间跟物质 让我们产生 心理的分别执着 心理的障碍了 就像 师长常常举的例子 孟子跟孔子学 孔子在不在 不在了 那孟子能学那么好 代表 时间 空间 对他的影响大不大 不大 我们假如 用感情跟 师父上人学习 老人家一元吉了 我们很难过 在那个因缘当中 出不来了 当然 他对老人家的情意很深 也是很可贵 但我们能进一步思维 老人家留是慈悲 老人家走也是慈悲 老人家远吉提醒我们 这样的法源 不是一直都有 一无常现前 我们懂得珍惜 就像阿难尊者 佛意涅槃 他警觉性起来了 不依赖了 师长老人家在 我们有不少弟子 可能都在依赖 不能用 情指感情 跟善知识学习 老人家的 法身设立 藏租 法身 骗一切处 一心观理 清净法身 便一切处 无生无灭 无去无来 所以现在老人家的法身 也是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假如太执着这个时空 很可能就觉得 心里所产生的 这种情绪 很可能就障碍 我们跟老人家的学习 我们假如觉得 时空 都是错觉 没有影响 一打开老人家的教诲 就好像老人家 亲自在面前 给我们讲 我们就得 真实利益了 佛门也有 欧益大师 学莲慈大师 莲慈大师 不在了 接着 白话姐又说了 或者是 听法的人 一个是说的 说的可以 把一刹那 延展成无量节 那听 静耳根 在听到一个字的时候 就能对其余的一切 完全通达 那这就等于 把多节 收缩成一刹那 可见时间长短 因人而异了 在佛门 好像智者大师 讲一个儒字 好像讲了八十天 还是 九十天 你要把一个字 这个展开来讲九十天 那假如会听的人 可能听懂这个字 可能佛法就懂了 好 所以 黄老讲到了 经直取佛籍弟子 师知 这个知子 地子 基感 就是师身 基感相遇之情 师知道合 讲的人 和盘托出 听的人 非常珍惜 那就 说听 是必 便明一时 我们看佛经后面 都 欢喜 幸受 坐礼 而去 这个 缘 结得很深 那师长讲经 有举一个公案 智者大师 他读 法华经 读到 药王品 他老人家 入定了 就 亲自 到了 灵鹫山 听 释迦牟尼佛 讲 法华经 听了 之后 出来 告诉大众 释迦牟尼佛 这个法华 圣会 圣会还没有 散 所以这个公案 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 自成星 读诵经典 会进到 这个法会 去 所以虽然 在记录当中 这个是三千多年前 讲的法华经 还没有 还没有散 自成星 就像 自子大师 这样 对他来讲 也是 当面 听 法华经 这是一时 我们遇过一位 姓孔的 长辈 一位女士 她听老和尚的 十年姻缘 老和尚跟着 李敏良老师 学习十年 听着一个小时 听了三十多遍 听到 李敏良老师 送老和尚去 火车站的影像 陷在她的面前 她还叙述给我们听 穿什么衣服 你看她听得 很恭敬 你看这一段 开示里面的境界 确实 超越时空 现前 好 所以白话姐 说到了 大师 是说 这个 莲子大师 说到了 佛同弟子 相会一处 圣师 愿吐出薪水 眼说尽忠妙法 朴师真实之利 会以众生 真实之利 贤徒们 贤弟子们 也多结善根成熟 堪受大法 所以自觉觉他 机缘感通 说听完毕 就叫做一时 好 那这一段 只要我们 自成恭敬 亲敬心 来听牢上的 经教 那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时 我们也是 看受他老人家的 大法 那我们这一生 当身成就的 因缘 就成熟了 记得 当时候老人家 都九十多了 就对着我们讲 现在求的 没有别的 多带一些人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那诸位同修 大家假如 听到这一句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得带上我 那这个就不大善听了 应该听到老儿上说 多带一些人回去 那我们当弟子 好 师父 我配合 多带一些人回去 就像无量寿经 指导我们 如是妙法 性听闻 阴藏念佛 而身洗 受此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这一句教诲 就指导我们 什么时候 要跟阿弥陀佛 同心 同愿来度众生 不是往生之后 是现在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那我们眼前 也要心同 师父上人 愿同 师父上人 我们跟师长的心 越相应 他老人家的法 我们才能 纳瘦 我们的心静 心量 差老人家太多了 很可能 纳瘦不了 有时候还会 理解偏调了 理解错了 所以 师父讲的 学佛 首先 扩宽 心量 我们心 就像一个器皿一样 法器 所以我们跟师父学 首先要学 他的心量 纯心 我们才能 纳瘦 他的教会 他是心包 太虚 量 阻 杀 尽 其实 这也是我们 本来就有的心 我们本来的心 是这样 所以我们学佛 要认识自己的真心 佛法里有一个 比喻 我们的心 比方就像大海一样 辽阔 结果这个大海里 起了一个小水泡 那水泡跟大海 不能比 那这个比喻就是 我们误以为这个水泡 是自己 而不是大海 就好像我们误以为 这个臭皮囊 是自己 而不知道 我们的 真正的自己 是法身 一切法 都是我的身 就像这个大海一样 这么辽阔 所以我们现在 很重要的 要做一个动作 把水泡戳破 这个水泡一戳破了 我在哪里 就在一切处了 我们把这个 身见放下 整个宇宙 是我 我们要用这样的 心量 来处事 那我们 心量 跟师长相应 师长这些教诲 我们很容易 就能相应了 好 那这里 也是一直在强调 时间 是我们的错觉 是抽象概念 这里具体 用科学来讲 现代科学 正知 太阳围绕 它的中心 运转一周 其实太阳上的一年 相当于地球时间的 两万万年 且爱因斯坦 相对论 学说指出 当某物体运动的速度 这个物体运动速度 接近光速的时候 时间 就会随着这个物体的速度 而变化 所以时间并不是定量 更重要的 爱因斯坦说 时间 空间和物质 都是来自人类的错觉 举一个极浅的例子 一辆接近光速的火车 它现在向前行驶 有一节车厢中 这一节车厢 前面后面都坐了 那前进中 这个乘务员 在下午六点 点燃了车厢中间 悬挂的一盏灯 这个灯点起来了 这个火车 是以接近光速 在向前 坐在车厢前面的人 车厢前面的人 要等灯光的光线 照到他眼前 他才知道灯亮了 可是光前进 这个车速 以光速也在前进 所以光要紧跟 但光速比车速快 慢慢跟上了 终于赶上了 这个时候 车厢前面的人 才知道灯亮了 那这个离实际的时间 已经晚了 一段了 我们就说他 六点十五分 车厢前面的人 才看到灯亮了 可是坐在车厢后面的人 他是迎着灯光前进的 因为灯点在中间 前面的这个光 得追追追追追 追到他 他看到了 可是 车厢后面的人 这个灯点了 他迎着这个车速 啪一下就看到了 就看到光亮了 所以灯光直向人射来 几乎不要经过什么时间 马上看到灯亮了 所以一节车上 便出现两种时间 这是经上一时的科学解释 就是时间不是定量 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条件 光速 这个车速像光速一样快的时候 你看在前后看的时间 就不一样 好 那今天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有讲的不妥的地方 还请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批评指振 阿弥陀佛 我们念佛 回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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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